你知道吗?熊出墨里最悲惨的角色 提起光头强 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大反派 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没错 我辞死 我是强盗 我出卖朋友 我就是一个连树都看不好的穷光蛋 我们在电视机前骂他 嘲笑他 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可是你确定自己真的了解他吗? 作为一个伐木工 为了达到业务指标 天天拼命工作 还要忍受老板常年的剥削压榨 穷得连饭都吃不饱 不仅如此 森林里正义化身的两只狗熊 还会经常欺负他 砍个树 屡次被破坏 一分钱挣不到 还得次次买工具 可即便如此 每次开枪打东熊兄弟 他都会打歪 或许是受到了上天的眷顾 还意外成了彩票 本来你们有机会改变命运 可惜天意弄人 彩票飞走了 可是当他得知 被贫困小学的老师见到了 还说了一句 强哥再怎么差 也还是有房有车有工资的 苦了自己 也不能苦了孩子呀 多不过